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夏季系列赛事中 埃利克斯在球星挑战赛11比3输给了马龙 凭借外卡参加的冠军赛 战胜了奥恰洛夫 上升势头强劲 张本志和刚刚在冠军赛 力转拿到男单冠军 也是势头正胜 第一局 埃利克斯5比1 8比3 11比5强势赢下首局 埃利克斯心态摆得很正 年龄 经验 世界排名都不如对手 只能硬拼 埃利克斯抓住开局 始终压制住张本志和 一气呵成 第二局 埃利克斯4比0 4比5 7比5 7比6 8比6 8比7 9比7 9比8 10比8 局点 11比9有惊无险 再赢一局 大比分2比0领先 埃利克斯的发球变化多 张本志和很难适应 一旦揭发球质量不高 埃利克斯就直接正手进攻 埃利克斯很适应张本志和的线路 哪怕张本志和台内调打 埃利克斯都能神奇地防回头 第三局 双方一直纠缠到5比5 在5比6落后的情况下 张本志和请求暂停 埃利克斯6比6 9比6 10比7拿到三个赛点 最终11比7赢下最后一局 大比分3比0 完胜张本志和强势晋级男单八强 埃利克斯敢于用正手 不和张本志和做过多前三板的纠缠 没给张本志和什么机会 张本志和这场比赛输得很快 但也无可奈何 输得不冤 张本志和爆冷出局 给本就实力相差不大的男单比赛 增添了更多悬念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